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盼门道 了解他背后的一些更值得 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是但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我们今天要延续我们的 2024落选者系列的专访 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太妙 我就说我们节目是一个很怪的节目 人家都在选举之前 然后做很多的访问 我们在选举之前都不访问这些候选人 我们在选举之后我们就来访问 而且访问这些落选者 那如果选者是不代表是一个失败者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未必 他们的主张跟意见 未必被主流社会给接纳或者是说在现有的选举的制度底下 他事实上也面临到很多很多的这种不管是假煞也好或者是限制 那当然也可能会跟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是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不代表他们的意见是不重要 不代表他们生意是不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访问的这回落选者 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三逢安你好 你好 我是三逢安 这次2024年三地原住民立法委员落选人 对非常棒的一个落选人 对三地原住民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选区 就是我们待会来谈到这个非常非常一个总统级的选区 不过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其实你落选然后当天晚上这个圆明台也有做一些相关的访问吧 然后你还这个就觉得感觉很悲伤 但其实并没有你还斜眼看着这个圆明台的记者 然后在那边狂笑大笑 后来我们在你的IG会做了一个短的影片 就说你们是这个史上最欢乐的落选团队 这怎样选举压力很大是吗 还是你终于解脱 为什么是一个这个最欢乐的落选团队呢 因为基本上老实说这一次参选 打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胜算非常低嘛 那第一个就是在没有党籍 然后没有担任过公职 没有全国知名度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面对山地原住民 全国这么大的选区 然后所有的原住民聚集的地方 都是在最高的深山或是最远的海边 所以非常可怕的一个选区 对其实到了选举后期 我也都有讲啊 其实大家都说我选上需要奇迹这样子 那大家愿不愿意一起创造奇迹 但是最后有6840位就是选民真的把票投给我 然后期待创造奇迹这件事情 那已经是非常令人感动 所以其实真的是不太知道有什么好难过的 这个票数是让你觉得很惊讶吗 当然我觉得比较难过的是没有拿回保证金 但是票数你是满意的 但是保证金没有我就觉得很可惜 但我其实自己也就是稍微看过我们的票数的分配 那我就蛮清楚说 这段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走过哪些地方 认识到哪些人 然后那个票是怎么样被投出来的 就是真的等到开票的时候 你就大致上可以去回头分析说 在这个选举过程里面 哪一些有效的行动 让我们能够串联到更多的人 那这件事情不管是在倡议工作 或是未来如果还要继续参选 就会成为很好的经验跟基础 那所以我觉得是漂亮的啊 因为我们真的认真走的地方 也真的都有开出好的票数 所以没有什么 大概没有什么事情 当然选不上当然是很遗憾啦 就是我们总是觉得说 要选了就要上嘛 因为都已经投注了这个时间跟精力这样子 但是就算选不上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票脱原本在倡议的时候 其实你只能接触到特定会关心 某一些议题的人 那选举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们终于走出同温层 然后接触到更多 我们在意的族人 那可是他们过去可能不太 主动的接触我们所谈论的议题 但未来他们有机会都可以被我们影响到 也更多的机会可以联系跟沟通 那这是很棒很棒的事情 对啊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社会倡议是一回事啊 社会倡议常常会到立法院在台北这些地方 但是事实上选举就要回归到基层 回归到草根嘛 虽然很多人就批评说 国民党的这些所谓的土豪系列的候选人啊 就是说地方派系为什么可以选得好 那其实某个条件来讲 他们是跟草根跟在地的连结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啊 虽然他事实上 呃 我不能够说他是两回事 但是其实他可能是一个蛮重要的基础 特别是在不同的选区 不同的这个文化脉络底下 那也跟人民的互动跟沟通 怎么样去转译大家意见都很重要 待会我们会有一个部分 会特别来跟萨芭芭来谈这一件事情啊 然后你这一次的选举 弄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字 我想你应该没多久又再换回去是吗 等到身份证可以单列主品之前 会不会一直使用现在的这个名字 你记得这个名字 你记得自己的名字怎么念吗 我记得因为这是一个倡议口号啊 我是我要单列主名 我的布农族名字是撒逢案 班林金案 对 就是其实对我来讲就是 呃这个改名字不是随便改改吗 他就是把我一直以来的倡议放在名字上 那当然这件事情是老实说啦 对选举来说是两面认 就是你同时会因为你做了一件 对社会大众来讲很奇怪的事情 而被一些人讨论 但同时这个讨论大家会觉得说 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就是随便闹一闹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在呃我自己啦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其实思考了一段时间就是 但我最后其实我在很多分享里面也有提到 我最后决定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 我再也不想要被人家用中文的翻译来认识我的名字 那你想要学习当然罗马拼音对大家来讲有些需要重新学习的门槛 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学习这件事情 而不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记忆我是谁 所以我宁可我把名字中文的部分改成一串 呃唱译的口号 然后大家会觉得很难记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要透过这个行动去坚持我们一直想要呃达成的目标 那就是身份证应该要可以单独使用 足语的拼音作为姓名登记这件事情 应该要尽快的能够呃通过跟推动这样子 嗯这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策略 因为其实名字或者是秘名 事实上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 在早期这个马耀比后他事实上拍了一系列的 这个把名字找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那我记得我们在一两年前的所谓的鲑鱼换名字的这个事情 也请萨芬范来跟我们来做一次分享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往前去找那一集 就是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论 说是为什么要单列足名这一件事情 可是回到单列足名这件事情好了 是名字他事实上是高度政治性 其实也是一种高度的认同 那当然在过去会看到的一个用汉人的这个字句文字 去命名原住民 他背后非常非常荒谬的 例如说可能会跟家族种族 破坏原来的这种文化秩序 或是文化习惯 那事实上你会看到一个政治的力量 直接的切入到这个所谓的名字的命名上面 可是你现在透过这种方式 就是要重新的去诠释自己的这个一个名字 甚至你回到一个你自己的所谓单列足名的主张 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他绝对不是一个名字的问题 他是一个族人的认同身份认同的部分 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你自己的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身份 然后什么时候 为什么会去开入开始投入到有关原住民的这个原住民族的相关的社会运动呢 其实我从小就知道我爸爸是汉人嘛 是外申第二代在台北出生长大 然后我妈妈是布农族在来自南投县仁爱乡的取兵部落 那我一直很清楚这件事情 但是当我在讲说我爸爸是汉人 我妈妈是原住民的时候 其实这个概念里面还没有在我小的时候 还没有建构出那个认同说 那我到底是谁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一直到开始国中的时候我曾经跟我妈妈讨论过 因为现在的之前我们最近已经修法了 但之前的身份法规定说 如果你是原汉双族裔的孩子 那你要取得原住民身份 你要跟着是原住民那一方取用汉姓 或者是你要跟着是原住民那一方 如果你的妈妈像我的经验 我的例子 我的妈妈如果是用传统姓名 我就要跟着用传统姓名 那这样子我才可以取得就是法律上的原住民身份 那我国中的时候第一次讨论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有升学压力 然后我就有大概知道说原住民有加分 哇原来就是这个大家 对就是大家所谓的就是为了福利 然后在讨论身份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背景是说 其实在我这样的生命间 我从小在都市成长 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探索认同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 我怎么会突然有一天 认同都是建构的 这个前提应该是大家是有共识的 所以我怎么会突然有一天 很有原住民意识 然后我就去会想要取得身份 大概那个脉络没有人是这样子 他一定是经过了一步一步的生命间的一些 转类点然后再长成现在的样子 那我国中的时候跟我妈讨论 可是我国中的时候功课非常好 然后我妈她就说 我妈她就说 你就给我好好考试就对了 你就是不想念书 然后我想说 我就不敢再讲了这样 结果高中的时候反而在我高一升高二的时候 因为家里有一些经济状况 结果又回到那个福利政策 又是因为福利政策的原因 所以我爸爸跟妈妈讨论之后 就是决定要让我就是改从母性 然后取得原住民身份以后 就会有学费减免 那家里的压力也可以少一点 可是这件事情反而对我的人生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因为当我没有想过当身份证上 我的户口名簿上面多了一个原住民的注记以后 这个世界看待我的眼光会瞬间翻转 嗯这么说 很多的原住民的青年 他们如果从小就是原住民 他们跟我分享的今天是从小就被歧视 对 那可是我的今天是另外一种很奇怪的 但我之后也发现这其实是常态 就是我回复原住民身份以后 因为我还是我啊 我从来没有变 我从高一升到高二嘛 我在同一层学校里面 可是全世界知道你是原住民以后 看到你的眼光都不一样 比如说高二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新的体育老师嘛 因为重新分组分班的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体育老师上课的时候 就是第一句话就问说 班上有没有原住民同学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不宜有他 因为我从来没有任何 当我喊出这个身份 会需要小心翼翼的这种经验 所以我就举手这样子 然后我一举手以后老师就这样看着我 他就说你是原住民吗 可是你看起来跑不快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我就想说 你怎么知道我跑不快 我还不是想说 不是先想说 为什么原住民要跑很快 我其实第一个想法是 你怎么知道我跑不快 我们都还没有跑 你应该不会都是胖子 觉得胖子就是跑不快 这个我有经验 我也差别人说跑不快 但他不知道我是最灵活的胖子 受定我是这个世界上跑最快的胖子 那之后才会 你再重新思考 你才会想说 为什么原住民要跑很快 到底为什么 然后高二的时候 因为我经历 人生中唯一的一段叛逆期 那时候因为爸爸妈妈都忙于工作 然后都觉得我已经长大了 然后我功课很好 所以不需要担心 所以会 再加上我两个弟弟 所以当时有一个状态 内在的状态是觉得说 在这个家里 我好像没有很受到重视 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 就是有一连串 就是很自以为 当时很叛逆的行动 比如说 期中考的时候交白卷 然后比如说 早上一大早就出门上课 可是就是 一定要等到迟到了 才要进学校这样子 我想要学校去通知 我爸爸妈妈来关心我 另类的情乐 但是就是有点失败 然后到了学期末的时候 我的班导师就突然跑来找我 然后是在那个就是下课的时间 然后他就非常小心翼翼的 就是很小声的把我 就是叫到教室的角落 他就说 那时候还是用汉名 他就说 你这个学期 超性成绩跟学业成绩都不及格 那理论上应该是要留级的 这样子 然后我就点吓到 我想说 哎呦 事情搞得这么严重了 好像有点玩过活了 这样子 然后他突然话风一转 他就说 哦 可是学生评议会的时候 我就跟其他的老师说 你是原住民学生 要再给你一次机会 所以你不用游击咯 这样 然后我就 我还是认住了状态 因为我想说 啊 你这是好还是坏啊 对 然后 然后最后他就 他就用 因为我们那个当时班老师 是一个慈祥的男性长辈 他就用一个 就是很和蔼的表情 告诉我说 接下来你要好好加油 然后他就非常满意的离开教室 然后我就认在原地 然后当时如果有那个特效的话 就是我满头都是问号 嗯 我在想的事情是 为什么我是原住民学生 所以我就要再被给一次机会 那如果我不是原住民学生呢 嗯 就是因为我曾经不是啊 所以 那难道不是原住民学生 就不值得这个学校 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个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 事后又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那种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很清楚 那就是一些刻板印象 跟歧视的过程 比如说 我那时候因为已经有原住民身份嘛 那我就想要去问清楚说 因为我知道 呃 指考有加分 但是 我想知道学测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入学管道 我就想要去教务主问 结果我们的教务主任呢 是 我还太记得 她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女生 可是她当时冷眼看着我的表情 就是仿佛我就是一个 呃 不值得她好好对待的 就是她看不起的学生 这样子 她就是跟我说 你就是好好考试就对了 问这么多干嘛 哇 好直接啊 对对 那我就 那蛮伤人的 对 我就很吓到 然后 我就想说 啊 我要不要好好考试 跟我要不要问这件事情 是两件事情吧 那当然还有就是 哦 我现在印象 就是我这个记忆是之后 在接受一些 就是青年的 原住民青年的 呃 歧视经验访谈的时候 突然被换回的记忆 我当天是 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突然就爆哭 因为 我 我那时候被问一个问题说 你在学生时期 有没有觉得被同学歧视 嗯 但是在我的感受里面 其实一直都没有 就是在我的 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觉得 但是我当时回想到一件事情 就我高三的时候 我有一天下课时间 趴在桌上睡觉 嗯 但我没有睡着 那我们班有个同学走进来 然后 然后就有人说 哎 你平常在睡觉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 就很大声的说 他就说 对啊 反正 他不管怎么样考试 也有加分啊 嗯 嗯 然后我回想我当时的 的那个时候 我的脑袋里在想什么 就是我当时的脑袋里的想法 思路是这样子 我就在想说 你有问题吗 如果我只考三分 那也只加一分啊 我还不是要念书 嗯 可我现在在回去想这件事情是 哦 原来当时的同学 其实是对我有这样子的 眼光跟差别的看待的那个经验 只是当时我没有马上给到这件事情 嗯 所以其实当你从不是原住民的身份 转换成原住民的身份 你在发现那个社会 看待你的落差以后 嗯 我的经验是 我会觉得说 你们到底凭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就是我 我从来没有改变 嗯 而自治法律上的身份跟标签改变了 你们却用全然不同的 眼光来看待跟与我互动 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 而且也蛮冲击的 对 呀 所以其实你还是你嘛 你的人还是你的人嘛 你的心里你的肉身还是原来的你嘛 可是因为你的名字改变了 因为你的某种身份改变了 它也会影响到外界去看待你的这种方式 你的样态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不是人耶 大家看到的是身份 大家看到的是名字 是标签 但是你但是你现在又要去做所有的单一族 呃族民的这个 单列族民的方法 那还是要去凸显这样的一个名字 所以这个名字还是一样很重要吗 不担心这种单列族民 那可能贴上这个标签之后 哇这个问题又跟你原来的那种感受是一样 他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我想很多的原住民族的朋友 他不想要写他的族名 也是考虑到这一件事情嘛 就是那有时候是一个光荣感 有时候是有认同 但是有时候大家会害怕嘛 心里会有很多的恐惧啊 嗯 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我当然就是经历过了一段 就是浮浮沉沉的状态嘛 那呃 其实以现在我来说 因为我现在已经36到37岁了 然后其实我已经好像度过那个 比较认同不稳定的状态 我现在很清楚一件事情是 我是撒风暗 然后我也是离品寒 就是或是我也是王品寒 就是我同时是我爸爸的孩子 我也是我妈妈的孩子 而我此时此刻选择使用布农族的名字 继续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就是因为我认知到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太少机会能够成为一个布农族人 而我原本应该要是一个完整的汉人 也应该要是一个完整的布农族人 嗯 所以当时我第一次去回复 就是布农族的传统姓名 在身份证上的时候 我当时就给自己下个决定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脸书上写说 从今天开始我要用我剩下的生命 去把就是成为一个完整的布农族人的 这一块给找回来 嗯 所以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准备好了 我这么做 但是的确在原住民的社会里面 因为长期的这种殖民 跟就是外来文化决定的社会架构底下 很多族人其实他们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去挑战 就是挑战我在这个生活 这个社会里面 那种稳定性的舒适的状态 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受伤 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愿意使用传统姓名 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而且的确是我即便回复传统姓名以后 不代表我不会受伤 因为当每一次我要重新跟别人解释我的名字的时候 对方如果露出一种轻视或是懒得理解的状态的时候 那个状态我们都还是会一再一再的感到很受伤 只不过我现在是有学会一套去回应好的对待 跟回应不好的对待的一个反射性的模式 当然也是在很 这些建构也是在很多的受伤之后 为自己堆叠起来的一种保护伞 其实不代表说我们现在用自己的名字就过得很好 可是我在想的事情是如果我不用 什么时候在这个社会才会觉得原住民 用原住民的名字是理所当然 而我愿意当这个去承受这个还不够理所当然 而很多的歧视或者是偏见的眼光的承受的那个人 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可以面对这件事情 那我愿意去 那希望我的行动会让未来比我们更小年纪的弟弟妹妹们 甚至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在使用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不需要再承受这样子的眼光 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 我们希望是已经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自然而然 每个人有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件事情 嗯 不过这个问题恐怕不是把名字改了这么简单 它背后会需要一个文化的转换 或是一个社会的支持系统 不管是原住民社会或是整体的这个社会的支持系统 才有办法让大家这个改名之后 他所面临到冲击 他才有可能慢慢的去去调试 或是去去接受 或者是重新的觉得自己这个是一个光荣的一个一个一个名字 一个身份 那当然这也当然是一种所谓自主的选择 不过你刚刚谈到你叫李品涵我突然间想到 哎对我刚知道你的时候你是叫李品涵 然后突然间变成了薩凤安 对我来讲 你不管是叫李品涵也好叫薩凤安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凶狠吗 还是非常有理想的 非常这个有想法 诗变能力很强的一个 一个原住民的青年 原运的青年 虽然逐渐的要走向中年 那其实让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等一下我要解释 我现在是青年的上限 但我还没有中年 对对还没有逐渐 所以我讲说逐渐 还早了好 慢慢走没有关系 这时间很长 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其实你花了蛮长的时间 在至少我认识你开始这十几年来 大概做社会运动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那当然社会倡议会有他的目标 会有他的理想性 可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去参选立委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曾经当过立法院的立委的助理 然后你也现在开始去参选立委 是社会运动的这种倡议的工作 是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标吗 如果是的话 那为什么担任立法委员 这一件事情是能够完成你的目标呢 其实有一件蛮清楚的事情 是所有的社会倡议跟运动 最终他要走向的结果是改变体制 那改变体制当然就有体制外的方式 体制内的方式 那长期以来我们透过体制外的方式 去做行动的时候 我们一直发现有个缺口 那个缺口就是我们在体制内 没有人可以理应外合 而所有我们在倡议的事情 可能都涉及法律的修正 然后涉及政策的改变 那这些权责其实都在立法委员的身上 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傻发你怎么可以一开始就跳极选立委 但我觉得我的目标是很清楚的 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自己能不能进到体制内去成为 体制内那一个跟体制外理应外合的人 所以这个是我一开始决定参选的原因 而一参选就是参选立委 也是因为我们要处理的 本来就是法律层次的问题 那我去参选地方的议员或者是代表 他当然也可以帮族人处理很多问题 但是不是我们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目标 所以我就是其实 当然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人问我说 你要不要去选议员 每次九合一选举就问你要不要去选议员 然后到了那个中央选举的时候 就问你要不要选立委啊 或是要不要去帮谁辅选 那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思考 我觉得一方面是 我希望我能够代表一个青年的力量去扰动这个政治环境 因为在原住民的立法委员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僵化的状态 你没有政党其实你就没有办法选上 你不是现任 你的挑战者几乎也都选不上 每一次有机会有新的立法委员出现的时候 都刚好是立法院现任立委可能因为贪污啊 或是各种状况 然后有缺额的时候 所以这个状况其实像今年三元立委 孔文吉是现任落选吗 这个状况其实已经是非常少见了 非常在原住民立委真的是非常少见 那你说平地原住民立委的部分 有一位新的立委上任 那是因为现任的廖国栋 他因为也因为贪污的案件 所以他之后也没有继续的参选 他就变成等于是一个 缺额大家去抢的状态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政治环境很僵固 那我希望用一个青年代表 而我现在已经 我去年参选全部参选36岁生日嘛 所以我希望我还能够是以一个青年的姿态 去做这件事情 去做这个冲撞 去做这个挑战 所以我很坚持 我在这一次我就要参选 而不是等到下一次或是等到什么时候 因为下一次选举我就已经40岁了 就是正式迈入中年了 你不想让自己的年轻留下遗憾吗 就是至少我们这一次的行动 它是有意义的 就是它代表一个青年世代 我们没有要继续等待 我们要主动出击 然后青年参政是一个是在必行 然后没有办法去逆转的事情 大家要相信说青年是要撑起下一个世代 原住民世代的责任的那个人 而不是一直把我们当作 你还要再学习啊 你还小啊 没关系的那个状态 所以参选有很多层次的意义啦 能够试着进到体制里面成为能够理应外合的人 能够用青年的这样子的身份 去冲撞现在非常僵化的政治的状态 然后也透过我的参选去呈现一些 不合理的事情 包括说姓名权的问题 包括说选制的问题 因为大家在这次 以前都不会特别觉得立法委员很辛苦 在这次选举 我在网络上看到最多的回馈就是 Safan你也太辛苦你要跑全国 然后我就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选制度一直都是有问题 原住民被跟区域立委切割开来 也造成我们在都会区的原住民族人 受不到都会区的立法委员的 或是其他的层级名义代表的照顾 然后我们的意见到了立法院 除了六席以外的原住民立法委员 剩下的人 他们根本不用在乎原住民 以至于我们的法案都不会通过 因为不管他们是我们 不是他们的选民 其实这些荒谬的状态是长期以来状态 但是因为我的参选是一个很冲击 很特别的机会 然后我们可以顺便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去让这些我们长期关心 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变得更加明显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有没有机会慢慢一起再推动改变 这样子 不过你下次四年之后如果出来选 还是可以算青年 因为青年农夫的概念是45岁以下 所以你还可以至少应该可以选两次 对吧 青年农夫 很棒 而且我相信 我相信无论如何下次出来 我还是最年轻的候选 因为谁要去挑战这件事情 很难的 对啊 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想这个是不是选上 选上之后 假设选上之后 刚刚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状态 就是其实三帝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加假也就六席嘛 在113席当中 事实上都不到十分之一 你这个真的能够做什么吗 待会我们在心里跟大家继续的这个分享 不过在分享之前 我们要先来看一段 你在这个中选会的这个证件发表的影片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来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原乡发展的交通问题 不是盖一条高速公路直通原乡 而是进到我们每一个部落的每一条路 都应该要用更高的检视的标准 更好的资源 更优先的顺序 去好好的维护 当我们的族人都回不了家 观光要怎么进来 当我们的路从来不会通 我们怎么样留在原乡赚钱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想要叫青年返乡 你是不是在欺骗我们 原乡的医疗问题 它同样跟交通有很大的关系 再加上原乡医疗的分布不均的状况 我回到我以我自己的部落举例 我们每个礼拜四 都会有这个卫生所的这个检疫医疗 但是非常不知道是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是很巧还是不巧 刚好好几次我回到部落的时候 每到礼拜四 我就听到纯办公室广播说 我们的医疗服务暂停一次 那请问要暂停到什么时候 这些常态性的医疗需求 谁来负责 这不是国家该负责的事情吗 原乡的平均余命 比全国平均还要低这件事情 它绝对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了 很多的时候 我们原乡的医疗面临的问题 是紧急救护的问题 这些紧急救护 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践的时候 那错过了这些黄金人救援时间 我们的老人家就一一死去 请问谁要负责 是不是国家应该要负责 回到我们的原乡地区 所有的地方都缺乏了还给原住民族 自己管理的权利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包括布农族单大地区 跟领务局的冲突 包括罗纳部落前几个礼拜 公有原宝地被乡公所出租给汉人 九年的时间却忽视部落族人的公共需求 包括太鲁阁族长崎跟太鲁阁国家公园 抗争争取的狩猎权利 包括现在我们有国土计划 好像听起来是一件好事 但是国土计划到底会成为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的解套 还是成为外面懂法律 会玩法律的汉人 继续消费借名登记 然后把我们的原宝地拿去 赚他们自己的钱 这样子的一个法律漏洞 尤其是新一乡的平权会 所以我想说的是 自治不是只有谈自治法而已 现在很多事情就可以做 为什么中华民国你什么都不做 现在喊的自治法 现在喊的这些涂海法 那都是口号 很多事情现在就可以做 现在就可以改 资商投资办法为什么不改 你有看过哪一个法律 是加户投票制吗 没有 只有原住民的资商投资办法 你有看过传统礼遇 还要排除私有土地 变得知灵破碎吗 没有 就只有台湾的传统礼遇化这办法 这些令人生气的事情 是促使我一定要进到立法院 为主人发声的理由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投给二号 我会让大家看见立法委员 其实在立法院应该要发挥更多 更有力的效率 更好的效率 更有力的力量 来修改法律 来制定新的法律 来为原住民族发声 你跟我这样 欢迎再次回到参赖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 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通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访问的是 我们的2024年落选人系列的专访 那今天的我们的访问的对象是 我们的老朋友 萨宝爱 萨宝爱你好 大家好 对我们刚刚在上面前一段的这个影片当中看到你在中选会的政见发表会上面慷慨激昂的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这内容大概我简单整理一下 包括这个长期以来的歧视啊 或是文化教育啊 或是传统领域原住民族的自治啊 或是原乡的发展啊 那实际上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啦 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在台湾已经民主化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也这个跟原住民族道歉啊 然后也有这个原住民日啊 国际原住民日等等的 好像这个政策上面 好像这原住民生活比以前稍微好一点的 或者是感觉没有以前那么严重 可是这些问题你一旦提出来发现 哇哎没有哎 这问题还是蛮严重 所以为什么在民主化 或是我们就不断强调多元社会的这个台湾的今天 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还有面临到这些困境 那你自己觉得从一个亲人的角度来讲 当代原住民族青年所面临到的这些问题困境又是什么呢 那我想先谈一下 我觉得大家对于民主社会的想象其实很都会 就是我们在想象的那个进步跟好像大家已经很熟悉所谓的民主的价值跟概念 那都是在独会区的想象 但是回到我们的原乡 其实选举是什么 选举就是拉党结派 就是选举就是看你的亲戚多还是我的亲戚多 真的就是这样的状态 那我不是在说原乡比较落后 就我觉得我必须要强调这件事情是因为 原乡一直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当中是呈现边缘的状态 那在这个边缘的状态里面 你的民主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情大家要去想想看 当所有的社会讨论从来不会focus在原乡的需求跟困境里面的时候 那你竟然要原乡主动的去了解说 我们要坚持这个民主跟什么什么价值 这些老实说这就是强人所难 跟就是强家的一种精英式的对他者的要求 那这件事情是 当然我一开始就有一些概念 但是自己去参选以后 我更是深刻的感觉到 我们没有办法再把原乡跟都会区的原住民 分别开来讨论是因为我们的族人其实是一直在流动 就是在原乡的空间上跟整个状态上 在原乡跟都会之间流动 而其中最明显的是青年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像我是从小在都市长大成长的青年 比较少机会能够回到原乡 那很多人都会把我这样的青年叫做都市原住民青年 那另外有一种青年就是原乡成长的青年 叫做原乡的原住民青年 但是说老实话原乡成长的原住民青年 当他通常到了小学国中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离开原乡了 那在我们的原乡没有完整的就是教育体系的支持 所以最晚最晚高中一定会离开 他们就开始成为就是在都市跟原乡的夹缝中漂流的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原乡的青年 他没有就是到都市里面的经验 但是他有没有办法在都市里面存活下来 或是又必须要回到原乡里面去找到安定的状态 或是在都会去成长 也有能力在都会去继续立足的青年 可是在他的认同跟追求上 他想要回到他的原乡去重新的连结他的族群跟文化 在这些流动之间都遇到非常大的困境 而这个困境因为过去政策的分隔 让这两群人其实有点互相不理解 那有时候我们在谈都市原住民青年困境的时候 我慢慢发现说 有一些原乡的青年会觉得说 你们都市原住民青年就是自以为高尚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我有点吓到 我就想说我们不是在谈困境吗 那这个困境也是 如果你有一天需要到都市工作的时候 你也会成为跟我们一样 就是遭受这样子困境的一份子 可是其实我们因为整个政策的分隔 就是让原乡的青年跟都会青年 甚至是某种程度上有一点很奇怪的 因为原乡的青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生活的困境或是期待解决的一些需求 可能跟都市是不太一样 然后你用都市的某种的感觉已经是中产的 能够去做某种的享受 或是某种的自主的这种选举也好 或是其他的政治体制也好的 期待放在这些原乡青年身上 难免会出现你刚刚谈到的那些现象吧 所以我才意识到说 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才意识到说 我们当然从抽离个人感受 其实我们在面临一样的世界 一样的状况 可是因为各自的生命经验 跟就是看见的差异 会让我们不能够彼此明白 我们都是这个体制跟社会架构底下 叫孩子讲族语 可是现在你去看原民会的所有政策 他都把讲族语当作一个 你是不是原住民的标准 所以你要会考过族语认证你才有加分 你要考过族语认证你才可以去考公职 各式各样的限制 或者是说他反过来其实是忽略了 我们这个夹缝中的世代 20到30岁的年轻人 事实上我们其实过去不会讲族语 是整个社会所剥夺 而不是我们所选择的 那文化难道只有族语吗 文化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我们已经被剥夺语言这一层 可是当我们很多就是出外念书的青年 最后决定要回到原乡服务 很多都是回到校园里面 那现在很多原乡在推动民族教育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原住民青年 又投入到民族教育的这个场域当中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被qualify 因为他们大部分也是跟我一样 不会讲族语的一代 可是他们可能因为 自己跟着老人家上山的经验 可能自己去学习传统记忆的经验 他可能会支部 他可能非常非常会处理兽皮 他可能很了解小米的记忆的种植 跟相关的文化 可是他们在一些文化教师 或是专职教师的考核上面 他们没有办法被加权 因为也没有考族语认证 比如说现在的所谓的族语认证 虽然有他的意义 但是对你来讲 他可能太胆一了 因为文化能力或是文化学习 他应该是一个多面向的 或是要去展现这个族群的这种意识 或是能力也是一种多面向的 没错 而且我们很多的原住民青年 就是不管怎么样就会说 你看到其他很多候选人 他们的青年政策都是青年返乡 那我是非常反对这件事情 是因为想返乡的 你要让他能够好好返乡 可是那不想返乡的青年 或是还没有办法返乡的青年 因为返乡不是身体买一张车票 回到原乡就叫做返乡 你要能够在原乡被你的社群 被你的家族 被你的部落所认同 你要能够找到能够存活的方式 这都不是简单的事情 那有一些青年在其他的领域 他可能是发光发热的 那这样子的青年 你能不能够支持他 然后也同时尊重他的认同 而不是认为说 不返乡的原住民青年 就是不爱部落的原住民青年 或是不愿意传承文化 没有族群责任的原住民青年 去做这样子的分类 所以总结来讲 当代原住民青年 第一个就是我们本来就很多元 但是现在对于原住民青年的想象 跟给予的相关的政策 都太过于单一 然后一次 其实很多面向的能力 都没有办法被这个政策所肯认 而给予一个就是他 能够让他稳定发展的资源基础 那这是整体性的问题 那当代原住民青年 我们也面临严重的社会歧视 那这个社会歧视 我们的老人家常会讲一句话 说你们现在社会已经很开放了 应该没有人在歧视原住民 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都直接被人家叫还纳 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 可能会有这个想象 可是你看到原住民青年 现在在面临的是什么状况 因为网路的发达 资讯的爆炸 还有匿名的机制 让各式各样恶意的言论 会在网路上疯狂的传递 那这个也是过去的世代 不曾感受到的 然后我们的歧视 从直接对你有恶意指着你 鼻子骂你 到各式各样的标签 用背后论述的方式 去创造一个看不见 但实质存在的 让你就是在社会当中 身所感受到压力的一种伤害 这个状态 它是很难 更就是比以前的直接性的 其实是更难被指认的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反歧视法去辨识 就是歧视是有很多种样态的 不是指着鼻子骂 鼻子骂还那才叫做歧视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消除 这些过去因为刻板印象 还有社会教育所建构出来的歧视 还是要回到国家资源的投入 这都是国家的责任 所以这两个部分可能是我比较想要分享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那个直接的歧视的 甚至制度性的歧视 也许那个制度的问题没有那么的严重 可是你刚刚谈到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谓的隐为歧视或是为歧视 事实上还是存在的 只是说那种的压力 那种不舒服 虽然没有那个直接冲击来的大 可是那个不舒服 那个痛恐怕不会输给那个直接来自于 这种所谓的语言上面 或是行为上面的冲击 那刚刚也谈到这个 从原住民青年的角度来讲 它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在流动 不断在移动 所以有可能是从部落到都市 也可能到都市到部落 所以这个思考 或是在面对原住民青年 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或是生活或是困境或是需求 可能也要不同的思考 可是回到一个很根本上面 在制度上面的问题 虽然你这样子在谈原住民族的流动 或者是事实上某种程度上面 所以原汉的所谓的混合好了 其实也越来越多 例如说在阿里山上面 虽然是一个州族的传统的部落 可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汉人 因为我上次也在访问了 阿里山国中小的这个实验家 我发现哇 里面其实非常高比例的 汉人的学生在里面 然后大家也要去学 这个原住民州族的一些文化 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 一个学习的历程 可是那个居住的状态 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在所谓的选举上面 还是会分成所谓的都市原住民 跟3D原住民的这种不同的选区 那这个选区的划分还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吗 那或者说这个选区的划分 会使得你要去参选的是3D原住民 你的选区是全台湾嘛 就是3D原住民的这个选区 可能每个地方都会有 那这个选举对你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吗 这样的选区的划分 我先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的选制分成3D原住民 跟平地原住民 两种原住民 那这两种原住民不是以你的户籍居住在哪里来设定的 他其实简单来讲是以你祖先被登记身份的时候 户籍在哪里 祖先被登记身份 所以他是一个世袭的身份 他不会因为我今天是户籍在台北市 在都市成长的原住民青年 而我就从3D原住民变成平地原住民 所以这很有趣哦 政策上把原住民分成都市原住民跟原乡的族人 这两种 然后选制上把原住民又分成3D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那他的分野其实就是在过去我们讲3D行政区范围内 你当时登记你具有日本时期有筑记什么翻 升翻熟翻的种族筑记 再加上你被登记时的时候 户籍是在3D行政区的人 你就是3D原住民 而你的后代永远都是3D原住民这样子 那平地原住民的话就是你的 在日本时代的户籍登记里面有相关的种族筑记 但是你的户籍被登记的时候是在平地行政区 所以你就会成为平地原住民 那是这样的分的 那这整套选举制度是非常非常调诡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每次碰到原住民都可以长出 这是各式各样的很奇怪的反民主的制度 可是这个国家是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那3D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以立委选举来讲 他的席次是写在宪法里面的 哦嗯对 所以在过去就是所谓立委席次检办之前 我们总共有8席的原住民立委席次 4席3帝4席平地 那在席次检办之后保留了6席 但是3席3帝3席平地 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3帝原住民 这件事情只有3帝原住民本人自己知道 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有非常多的手投租 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才终于知道 他自己是3帝原住民还是平地原住民 他要怎么知道啊 他跑去那个户口民部 他户口民部OK 没住地在户口民部上 所以你身份证上也不会有 那一般的人没有要办理什么样的护证 跟动他也不会去看户口民部 对所以很多人到了20岁才突然知道 投票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 而且或者是说他以为他是3帝原住民 就拿到平地原住民选票的那一刻 他才知道自己是平地原住民 就是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混乱非常多的 然后再来是立委啊 他作为民意代表 他要能够有效的为民发声嘛 他要具体的范围去做服务 但是3帝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的立委 我们的范围是全国 试问这个总统级的选区 回到我们的立法委员身上 他到底怎么样有效的去照顾 这些选区里面的族人 这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再加上因为都会区尤其是非常严重 是因为在原乡我们可能大概知道 那一个区大部分是什么族群 但是在都会区的原住民族人 除非你有参加那种什么社团啊 就是地方社团 那大部分原住民族人是散居在都会里面 那我今天投票给原住民立委 最后这个原住民立委要怎么照顾到我 他连我在哪里他都不知道 所以原住民在立委的选举里面 是非常非常冷感的 他基本上就是很土的 很传统的关系的投票模式 所以老实说回过头来讲 我这次有六千八百四十票 很多人非常的惊讶 他们选前有一些长辈在预估撒 方案大概就是一两千票吧 那我心里想说一两千票 太小看我了吧 我们的青年也至少有一两千票吧 但是的确这个选举的结果是让大家惊讶 可是难道我做了什么很特别不一样的事情吗 说老实话 我还是用非常传统的方式在选举 就是去行走部落 去找到跟我有家族关系的人 去拜托他们跟他们的关系社群的支持 行走部落听起来很简单 是一个部落跟一个部落 所以可能是要翻山越岭 可能是要几个小时 而且你要知道 就是你白天去部落的时候 部落里面不会有人 因为大家都在工作 然后通常都是要找有活动 感觉就是一个什么冒险之旅 就是你要去一个 你可能没有去过的地方 然后那边的路行路况生态环境 你完全都不知道 但是你要去那边拜访你的选民 我这次选举后 走过全台湾所有的山路 除了一个地方没有走过 就是中横 因为中横一直在管制 然后最高的南横公路 我们也走了 北横公路也走了 我们的行就是大家想说 原住民立委选举就是应该也可以做大众 环岛我们有完善的这个大众交通的网络 但是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一点用都没有 我今天坐火车到比如说台东到花莲 我要到部落 我还得是半小时到一小时的开车的车程 所以我们最后只能开着一台小小的车 全台湾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我们走在的路上 我们昨天把那因为我们车子最后有人站住嘛 所以我们昨天去还车的时候 就是要算结算那个e-tag的费用 就是先走高速公路的费用 然后就想说哇两个多月的这个时间 应该一万多块两万块把这样子 结果我们去结算的时候 7000块而已 然后我们就想了想 因为我们真的很少走高速公路 这太少走高速公路了 就是都是走在山路里面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选举 所以这样的选举事实上难度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高 它也造成了 我觉得选举对于参选的人来讲难度非常高 所以造成挑战者不宜挑战 第二个我觉得对于选民也是很严重的权力侵害 因为一个立委要服务的范围这么大 你说人数虽然少 可是你不好找 然后不好服务 那所以你你到底要怎么样 就是有效的代表名义发生 那最后那个名义是不是又是 限于少数的 比如说政党的地方组织 或者是少数的地方投人代表的名义 而不是真正的名义 不就是空战 我所谓的空战就是透过媒体 透过其实这种所谓的大众媒体的形象塑造 他恐怕也没有办法网络 因为网络可能都非常非常的分重 非常非常的小众 另外一个就是传统的组织动员 组织动员包括刚刚谈到的家族的关系 宗族的关系 这种甚至政党的关系 可是你作为一个这个没有政党支持的独立参选者 那这个资源相对也更少 那你这样子跑除了这个所谓的范围很大之外 在缺乏资源的状况底下 你又是如何去进行你的选举呢 所以我就是从很早之前 我就定位我的选举叫做游击战 在部落里面有很多的游击队就跑出来 那我们在部落打游击 而且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状况 是因为青年人在部落很难做政治表态 也因为人不明传统社会的那个关系紧密 所以再加上长辈这种 尊重长辈 或者是说我们的长辈 还是对于年轻人的发生 是觉得说不够成熟 或者是很容易造成家庭冲突 所以你看所有的候选人 他们的团队可能都有团队背心 戴帽子 万分的一个看得见的站队的状态 但是我的所有的支持者 他们几乎都是非常低调 然后私底下在自己的最小的家庭单位里面 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拉票 或者是在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拉票 而没有办法公开的表态支持 这一根就是我们在面临的就是那种社会紧密关系底下的某一种就是世代压力有关 对那所以我这一次选举到底怎么选 我说老实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轻跑部落 你能够多握到一双手 你就有机会多拿到一张选票 那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很轻跑了 可是部落这么多 到底怎么可能跑得完 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真的完全的跑完 有些地方你只能路过 碰到一两个人 就说你好我是要选立委的年轻人 这样子 对所以 真的蛮难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 再加上我第一次参选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就是我们很多的 三地元住民立委候选人 他们都会有各区的团队 所以候选人本人不一定会到 可是可能团队会去参加活动 会去拜访 去帮忙拉票 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建构 这个第一个这需要人 第二个其实是需要钱 对 就是我说的钱不是 一定是付工作费 你光是团队的衣服 吃吃喝喝 日常的生活就很很惊人 对啊 那个花费跟那个人数 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 做到这个程度的 所以我最后就是真的是 我们团队我自己一个人 加上我的就是唯一有领薪水的助理 然后再加上被我请了来帮忙 很可怜的男朋友 然后我们就差三个人 有上次听你的直播 哇三个人 天啊 这个要跑全国哎 你比什么赖清德 比柯P这些人都还厉害啊 不过我之后在跑的过程里面 我也有个心得 就是说传统选举 他们做装脚的方式 当然固然有效啦 但是选民其实对于 我从来没有看见候选人这件事情 反而给了我一个机会 就是每一次我到一个地方 我要发明片的时候 大家都很习惯就是 因为选举期间就要拿拿拿 可是我只要说 我是本人跟你打招呼 这样子 你会发现那个选民是非常惊讶的 他可能这一辈子投过很多的票 但他不一定有看过候选人本人 所以他们就会愿意多看我一眼 然后就说真的是你 然后再来就发现好年轻哦 然后才会多问你说 可能你前面已经跟他讲一段话说 我是来自南投人 像什么曲兵部落的年轻人 布农族的这次来参选 可是你当他眼睛对到你那一刻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你前面那段话 他会完全没有听进去 他就会再重新问一次 那你是什么族群 你是什么工作 你怎么这么勇敢出来参选 天下年轻很棒 所以我们可能因为这样子 他就对你有印象 而且这个印象说不定会让他 真正把票投给你 那到底会不会 我觉得会 因为我有很多的机会是 我们在跑完一个活动场合之后 会有选民主动来联络我们 然后最基本的就是说加油 我们会帮你拉票 然后进一步说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帮你发名片 我可不可以就是你还有没有一些文宣 比如说海报可不可以寄给我们来贴 这样子 所以我一开始我没有钱可以做看板 没有钱可以做布条 可是最后是其实是在选民的压力下 所以我们做了一批那个 就是大张的A1的海报这样 去到处贴这样子 然后其实是为了要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贴海报对我来讲 效益绝对是不大的啦 你要怎么去抵过那个几万块的 大家现在看板了或者是广告等等 但是这个成为我们跟选民互动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就笑说我可能就是史上最聊天系的候选人 所以我是花很多时间就是大家可能都是其他选人都是跑到一个场合的时候就是上台讲讲话 然后就会离开了 那我通常是参加任何的活动我一定是会多待一点时间 然后多跟一些人聊聊天 然后再再离开到下一个行动去 再到下一个行程去 那透过这种很土的 很扎实的一步一脚印的过程中 拿到六千八百四十票 我觉得那是我应该的啊 因为那都是很大的选票 我觉得这蛮厉害的 这每一张都是一张一张票去挖出来的 去拉出来的 那个其实跟过去的传统的 甚至你要去不只是挑战政党 你要去挑战传统的社会关系 这种所谓的部落之间的这个关系 其实那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你也虽然没有跑遍全部的这个部落 但是你也跑了非常非常多的部落 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有点像格瓦拉的摩托车之旅 就是说骑得摩托车到处跑 然后你自己也这个 这个透过败票的过程 当中去到处去了解这个原乡的部落 你实际去跑了这一趟的过程当中 跟你在过去的认识 所知道的原住民族的议题 你也做了那么多的倡议 对原住民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可是我想这两个还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就有什么不同吗 就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启发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新的看见吗 我觉得当然是有 就是最最最基本的就是 每一个人最胆关心的事情 是跟自己最靠近的事情 所以可能在经济生活的问题跟土地的问题 然后乃至于原乡发展的交通道路问题 是我在跑的这一段几个十个月里面 听到主人最多跟我分享的 所以我甚至在这段时间 我处理了 我明明就还没有选上 但我处理很多选服案件 选服案件大部分都是 比如说土地继承的问题 元宝地继承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因为元宝地有很多的限制 然后可能在继承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土地 就是他的后代 人数不够去继承阿公的土地 然后那些土地被收归国有 然后被汉人租借 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事情 这是持续在发生的 就是原住民的土地 永远都回不到原住民的手上 然后再来是 元乡非常严重的 元宝地的借名登记的问题 我们就发现说 他从私有元宝地的借名登记 到公有元宝地的出租 给汉人使用的这一块 他其实都是一个元宝地的权利回归在 掌握在地方的公所 或者是地方的一些 有权有势力的代表手上 对然后这个状况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你会说原乡本来就难以生存吗 原乡没有本来就难以生存 原乡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资源 可是再来就是道路的问题 然后你没有土地 你没有办法发展 这是一个 你没有道路 你有土地 你也没有办法有 人流跟金流 你人进不来 祸出不去 虽然这个是韩国语 但是我们在元乡的困境 真的是这样子 那个路 很多人在质疑 我说在证件发表会的时候 讲元乡道路 难道元乡道路就是要比照 高速公路 或是台北市的市区道路处理吗 你那里的人就不多 那我这个是有资源分配的问题 可是我就想问 人不多 有资源分配问题 那这些人就可以被牺牲吗 就是因为我们元乡的人不多 所以道路维护就是可以 当然下雨 陆会 陆会有一些落石崩塌 这个自然灾害 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这些落石崩塌 难道就要 因为我们是人不多的地方 所以就要两个礼拜以后 一个月以后 三个月以后 才能排除吗 嗯 就是这明明很多事情是现在就可以做 有些基础建设跟人多人少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个是最基础的 基本的服务 这些基础的东西是本来就必须的 没错 但是这其实在元乡完全不是常态 哈哈哈哈 所以那个到底真正的问题出在哪个节点上 我们当然还要在个案去细致的分析 当然我们就看到说 土地经济跟道路这三个问题是 我们的元乡主人最大最大的生存的困境 嗯 对 嗯 你你在 不会是名字 也不会是 嗯 传统领域画色办法 对 还有一个大家很有感的 其实是狩猎议题啦 嗯 如果你在元乡生活 你就是不免俗 就是你其实 我觉得大家 大家真的对山上的想象在贫乏了 山上的狩猎活动是 非常蓬勃的 嗯 但是野生动物也没有因为这样减少啊 但是这么蓬勃的狩猎活动里面 就会变成说 依照现行法规 你只要 如果我今天看不爽你 我就去检举你 现在大部分的状态是这样 嗯 自己主人 有时候那个狩猎并不是 是生存的问题 但这个生存并不是要去吃它 而是要保护自己 还包括就是在这个狩猎的行为里面 其实包含一整套完整的山林知识 生态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族人会说 我要去逛夜市 或是我要去走走 那这个时候他就是要进到山里面 可是他一定要打吗 很多时候他们也不一定打 可是走过 祖先走过的路 他的父亲 或是他的 他的爷爷 曾经带他走过的路去 看见那边的空间啊 土地啊 还有生态的变化 有时候对于他们来讲 对于我的族人来讲 这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国家的法律给予很多限制 能够连结到国家法律限制的题目 原乡部落族人最有感的就是狩猎了 可是其他的就是很基础的生存的问题 对 大致上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我就很认真意识到说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 或者是不能让族人觉得说 事情有开始被改善 我们在谈的就是更高的口号 甚至到自治 是没有人在意的 我都要活不下去了 我总会在意我的族群 能不能自治 我的文化能不能传承 你在选举的结束 就是在一些的场合当中 也提到你跟那个 四年之后会再来嘛 对吧 对啊 虽然那时候可能是中年参政 那是不重要 我还是把你当作青年参政 那这个历程 对你未来 假设要出来继续参选 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你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吗 其实在过去 在我参选之前 其实我就已经很常 在部落走动了 然后那个时 那一段 就是那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不管是回到部落 去学习文化 或是帮忙一些个别的族人 解决一些 不是解决啦 其实我觉得族人最需要的 这个法律的支持 其实是帮他厘清 他现在在面临什么法律问题 那这个是我现在就可以做 我不需要当上立委才可以做 我有基础的法学知识 我在念法律研究所 我就可以帮忙 那再来进一步 要进到司法诉讼程序 我们也有法服的制度 可是族人很不理解这件事情 那所以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长期在做这个事情 那接下来会不会不一样 我觉得不会不一样 我们还是会继续做 一模一样的事情 再次会是我们继续做 全力的倡议 那回到原乡 我们就族人的个别需求 尤其是在法律层面的议题 给予一些 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 给予一些 就是协助厘清 帮忙找到资源连结 比如说 告诉他们怎么申请法服 这样很基础的事情 可是族人很需要 可是我回过头 我又会想说 这都是国家责任 这其实不应该是 任何一个原住民青年个人 或者是行动者的责任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它更 政策化 去倡议 就是要求国家要负起这个责任 光是法律辅助基金会 族人有很多很多负面的经验 那个负面的经验 我要申请 我住在原乡 我一定要到分会去申请 然后现在申请 还要提供一些很复杂的资料 可是 现在申请法服要提供 就是全户资料 全户的财产证明 然后什么 收入清单 收入证明跟财产清单 问题是 在原乡有个状态是 我的家户组成可能是复杂的 我提供这些资料 相对于都市是 以小家庭 完整的小家庭为单位的都会区来讲 那个困难是提高的 然后我可能还要因为这样子的资料申请 我必须从我的原乡跑到宁静的城镇去申请相关资料 难道法服不能就自己跟政府有一个连线的机制 因为法服本来就是根据法服法所设立的基金会 制度怎么样让族人真的能够有权力上的 就是我觉得禁用权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不是有个制度在那边 但是那个制度遥不可及 就是我们应该是有个制度在那边 而且我们要让这个制度是族人很轻易的 真的能够落实的一种做法 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是我觉得在接下来倡议里面 我会加进去在我自己的 就是或是我跟原亲伙伴的行动倡议里面 去加进去的东西 因为我们觉得制度都真的离我们的族人太遥远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接到的案件都已经是三审定验 已经要执行了 族人说怎么办 我说天哪 那所以原来你不知道法服吗 他就说一直没有时间去申请 或者是说法服不是要钱吗 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的族人 根本不清楚说我们在法律上有这个 就是原住民身份可以申请 就是免费律师陪伴刑事案件的 这个辅助的制度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资讯落差是你难以想象的 那我们有没有能力在没有任何公职的情况之下 协助我们的部落 能够有更对等的资讯 我觉得会是接下来的挑战 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所谓的选民服务 不选民服务的问题 虽然你可能真的是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种解决它的困境的一种最基本的做法 就像你刚刚谈到了很多的这种不能说是高调 很多的理想性的东西某种程度上面也需要去跟实际的生活去做连接 这样子人民它才会有感 那当然在选举上面 或者在政治上面 它才有某种改变的可能性 就是接地气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今天非常谢谢萨宝安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让我们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 让大家可以了解 虽然来的落选了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 我们要最关注的议题 就要下次再有些相关的问题来请教 萨宝安不是四年之后你再参选 而是应该很多我们可以去讨论的远助民族的议题 好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